女士 驾 驾 來了來了來了 驾 沒別人吧 两条人命都在我手上 他敢曝光吗 我跟你说啊 一会儿接完了车就在白玉盒 在那边白玉盒之后 就把地气弄了手 听见没有 谁杀白玉盒 谁弄地气啊 这 到这会儿呢 你跟我分这么轻干什么呀 出来的时候我大哥吩咐 话得先说清楚 这 这 平日里你们跟我打个长 打个短的 这 到这结果以来 你还跟我留一手 本来是你欠我们那样 驾 你搬倒是横插一杠子 弄出了人命 后来我们都听你的 可这回这事 实在整的动静太大了 就算地气弄到手 不容易脱身了 驾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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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好兄弟 我什么时候亏待过你们呀 这么着 我只要看到白玉盒死 地气归你们 行吗 好不好 那行吧 快去快去快去 站住 别跑 站住 好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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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几瓶 把鱼盒的 你心在不在你身上 住手 放开他 白家人哪 放开 快快 搜一搜 快 快 搜 搜一搜 给我搜 别跑 搜 给我 刘先生 别急 我们去城市 要做不怕 有娘在 娘会保护你 快快快 再快点 快 快点 快快 刘先生 为什么会是您呢 我们夜守在白家门口 明明看到上车的是白雨和呀 是啊 回头兄 怎么回事啊 雨和去哪了 钟少爷 你们这东一句西一句的 让我怎么给他上药啊 这事关重大 唯一知道人之下落的歹徒死了 我只能问他 回头兄 你告诉我这到底怎么回事 昨夜 我们知道 有人要杀少奶奶 我苦劝她别去 她不听我劝 她非要去 那好吧 我听你去 你踢不了 他们不会连男女都不分 如果你执意要和王匪碰面 这一路上肯定不平静 你刚才也说了 这绑匪不会要你的命 你若不测他们拿不到钱 他们也没什么好处 所以万一有什么显示 肯定在这路上 我踢的就是这一程 明知道危险 为何还踢 不险还要我踢 我会没命的 这生死有命 我交给老天做主 这没了我的命也就一条命 但没了你的命 这可是没了好几条人命啊 好了 那咱们就 就这么说定了 你们胆子也太大了 随便这么商量几下 你就去替她 你 你为什么不去报官啊 她不愿意 她不愿意你就听她的 她让你去死你也去死啊 她现在人在哪里 队长 她不说 我真不知道她在哪儿 慧桃兄 慧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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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怎么杀成这样 别担心 我没事 白玉和 你还活着 我兄弟呢 我是来输我兄弟的 大哥 你怎么背孩子来了 我保护了是不是 你不要打她 你不要打她 别走开 她的伤口很深 血止不住 白药 白药呢 白药用上了 白药已经用上了 还是止不住 现在我 如果她这血一直止不住 您看 要不 你们送城里的蜥蜴吧 他们那之外伤比较有把握 那 那快去 去 那我麻烦你 把你的车开过来 好 那咱们去啊 走 走 是 我答应过她 我要活着 接她回来 见不到她 我哪儿都不去 不去 慧桃 那不去 迪桃呢 没有 可我把我儿子带来了 我要的是迪契 我要你儿子有什么用 迪契在我弟弟手里 她正在往家赶 你先把我大哥和虎子放了 等白药看见他们两个 就会拿地契来赎我 谁知道你没有耍什么花样 我已经把我儿子带来了 我还能耍什么花样 我是孩子的母亲 孩子的命比我的命还重要 玉衡 哪不能拿药祖的命 你快闪开 都知道你的是个野种 说不定 你就想找个契机 把这个包袱给甩了是吧 你现在只有听我的 因为我走的时候 已经跟白家说了 日落之前 如果看不见我大哥和虎子 他们不会交出第七的 你一个字也拿不到 这个 就是你那个丧尽天良的哥 他要的也是地契 第七到手了 他还会管你的死活吗 我相信我大哥 会回来输我们的 玉衡 慧唐啊慧唐 你为了把玉衡伤成这样值吗 行了 我妈 这就是缘分 任何人的缘分 缘分 为了他配上家的 还送上性命 这就不是缘分 行了 我妈 刘先生心必人厚 老天爷不会叫他有事的 回来了 查出来了 那墙子就是董家的车夫 给白月和拉车的 董家 对 你说他来咱们家干什么呀 有什么事啊 不管他来干什么 总之就是咱们什么都不知道 什么都跟咱们没关系 就对了 我先回去了 郑公布 见了警察就躲 做了什么亏心事 周少爷 您看您说的 我能做什么亏心事啊 我 我就是个下人 我什么事都不知道 什么事啊 你不知道的事是什么事 您看 您就别老取笑我了 您说的这些 我都听不懂 老夫人 我先去后边忙了 我还有事我先去忙 郑坤沐 今天早上你在哪儿 我 今儿早上 对 今天早上天还没亮透 你人在哪儿 天还没亮 今儿早上 我 我肯定是刚起啊 我就在这儿 在这儿 我们可是已经听说了 白月和早就把你 从这儿赶出去了 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我 我一直都 都 都在这儿 周公子 是这样的 这个家呢 还是我在做主 雨和可以把她赶出去 我呢 可以把她请回来 我跟您说实话吧 少奶奶把我轰走之后啊 我是真的没地方去 我姐她可怜我 这又重新把我叫回来 老夫人 是这样吗 是 雨和呢 要让强子去给她拉车 那我这儿呢 就没人给拉车了 我就把阿牧啊 叫回来帮我拉车 强子 对了 强子死了 您知道吗 死了 对 叫人给童死 我不知道 我 这事不关我事啊 不关我事 是 肯定跟您无关 我看 强子在你们家待了这么多年 我们相信 您还不至于下这么狠的狠手 那我儿媳妇呢 她跟强子在一起 雨和呢 她没事 她没死 她没死 你看她干什么呀 我 你不是什么事都不知道吗 可是我看你这表情 特别遗憾吧 您看您说的 我 我是担心我们家少奶奶 我担心还来不及呢 那白雨和没事的话 诸位来我家干吗呀 白家的人 被人绑架了这事 您知道吧 好像是听说了一耳的 谁说的 我 我也 我也忘了哈 那 对 对啊 白家的事 跟我家也没关系啊 是 本来呢白雨和 是去跟那个绑匪谈判 但是她去的时候呢 是抱着她的儿子董耀祖 也就是您的孙子 那您想她去抱着您的孙子 去跟绑匪谈判 这是不是跟你们董家 有关系了呀 你说这白雨和 这 这他们白家的事 抱着我家孙子去 这 这是干什么呀 您醒醒啊 爹 我是国志人 您老醒醒啊 对了 爹 我把虎子找回来了 已经找回来了 爹 您老醒醒啊 冯玲 你把孩子包给爹看一看吧 嗯 您醒醒啊 爹 虎子在找您呢 爹 大少爷 大少爷 小姐 小姐怎么样啊 那幼祖少爷呢 他执意要带他儿子留下 好 小川 别哭啊 你不会没事的 怎么会没事啊 救他们娘俩 抬头三痴有神明 如今我算是知道了 雨和的心有多慈悲 老天爷都看在眼里呢 一定会保佑他们母子的 好了好了 别哭了啊 等老三回来吧 雨和说老三会把地契拿回来 把地契交给他们 他们就会放人 三少爷去换地契 那把人要害他怎么办啊 我去 你去 我去 我对不起雨和 对不起白家 对不起你们 我自己闯的祸 我自己收拾 我自己收拾 好 郑宽墨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 今天早上你到底在哪儿 您看我都跟您说了这么多遍了 我 我在家呀我还能在哪儿 我知道您不信我的话 我姐的话您也不信 我姐她能给我作证啊 是吧 姐 她今天呀的确在家 早上呢我想让她帮我背车 我要去趟白家 看我孙子呢 这件事情我想请你 再慎重地考虑一下 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 而且还是您孙子的一条小命 他们母子两个人 现在还在坏人手里 如果现在我们知道他们在哪儿 至少还能找回一些 一线生机 那就别等了 赶紧去找啊 就别在我们这儿耽误事了 所以来问你知不知道 您看 我都说了 这事我不知道 我跟那帮人又不认识 你 郑坤墨 你不用再狡辩了 我亲眼看见过你 跟那帮人在酒楼里 周少爷 那么大的酒楼 人来人往的 谁跟谁碰上都有可能啊 那也不说明我们就认识啊 我知道 您看不起我 您对我有成见 那 那也不能什么坏事 都往我身上赖啊 我对你不是成见 是定见 你卑鄙无耻 坏事做绝 有的人看不出来 却还被你屡次利用 这件事情会查个水落石出的 到时候人命官司 你必须得背 不光你 那个包庇你的人 到时候也一定得 以共犯论处 徐队长 我们走 慢着 您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正好你们都在 我要报案 姐 什么事啊 您请说吧 我怀疑 我家有内贼 因为我丢了一副耳环 走 干嘛呀这是 咋子 快点 你们抓我干嘛呀 快动 放手 放开我 干什么你们 队长 您说的可是这副 是 就是这一副 你看 我说家里有内贼吧 不是 不是我偷的 这么贵的首饰 你个丫头 也能买得起 是她 是她送给我的 阿母 阿母你快告诉他们呀 你倒是说呀 你说不是我偷的 是你送的 你说 你说是老不死臭老太婆给你的 你疯了你 胡扯什么你 我就是个臭拉车的 我 我哪有钱送她 这么贵重的首饰 胡扯呢她 郑坤木 你这个没天良的 你 你别胡扯了你 放手 队长 这偷东西啊 一次就是百次 我姐丢了好多手势呢 你们把她拉回去好好审审 我估计全是她偷的 郑坤木 你个杀人凶手 你早杀过人了 是她自己说的 是她自己说的 她是疯狗乱咬人 她 她 她是真疯了 快把她带下去吧 带走 是 是 放开我 走 郑坤木 你不得好死啊你 快走 那我们就 拉回去审一审 咱们走 他们下手 他们下手怎么这么狠呢 我这一个手指都算什么呀 都在绑匪手里头 是我做错了事 是我咎由自去 你刚才好在没说漏嘴 都替你捏了一把冷汗 怎么了 雨和跟他们说 你是为了胡子去跟他们谈判 才被他们掠过去的 你说我这个总大哥的 我之前 对他那么凉薄 他还是依然对我那么好 我不是人 我真不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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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弄这么大动静 为他们知道了 反而辜负了雨和妹妹的一片苦心 义云 我错了那么多 对不起雨和 对不起白家 对不起很多人的事情 我这次 真的觉得很惭愧 我真的没有想到 他会把他的亲儿子送上去 这当娘的 心都是要碎了吧 反正我已经想好了 不管宝费 对我怎么样 即便他们杀了我 我也要把雨和救回来 把他的孩子救回来 我要对他去以后 我要对他去烧我 我要对他去烧我 怎么办 怎么办 我是说现在怎么办 你的小拼头 被警察给抓走了 是吧 从今往后 不管你愿不愿意 你都得守着我这死老太婆 过一辈子 心里不服吧 没有 你怎么把话说这么难听 我愿意跟你过一辈子 你不愿意也行啊 我去找警察 把实话都说了 别 天兰 天兰 别 别 你可别去胡说啊 你可不能把我卖了呀 走开 郑葛墨 你利用我 背叛我 这些事我都忍了 对白雨和呢 他分明是要放咱们一马 可是你呢 你心里就为了那两百目的 你不依不饶啊 你要置他于死地呀 就连今天 警察来之前 你还在骗我 你打点了戏软 是要跟你那个小拼头 一起逃跑是吧 天兰 我没有 白雨和非但没死 他 他居然 他居然抱着我的孙子 董家唯一的血脉 去跟匪人谈判去 如果这孩子有个三长两短 你让我死后 怎么去见少皇和少皇的爹呀 你是要让我成了董家的罪人呢 天兰 天兰 你别气 你别气坏了身子 你怎么能是罪人呢 是白雨和害了那个孩子 因为他心虚 他 他 他 你看那孩子 那孩子长得跟我少华一模一样 对啊 是啊 所以他在心虚呀 你想 他正直胜明 他想不想改嫁 本身他又是一个招风尹蝶的主 他周围多少个男人围着他转呀 他带一个脱油瓶 多不方便 所以他一心就想把这个孩子给除了 天兰啊 他不像你 他 他本来就是一个阴险毒辣的人 哪有那么狠的娘 抱着自己的孩子去跟匪人见面 把孩子给寄出去 你 你是说白雨和有那么狠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 老寡妇把首饰给了她 她就转给了我 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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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说什么呀 你快说 还说 我们的好日子就要来了 她要带我走 走 去哪儿啊 不知道 我真的没有偷东西 还有那什么 什么绑人 跟我也没有任何关系 你们还想走 你们走得了吗 她说了 别把她逼急了 逼急了她就 逼急了她又杀人是吧 你说她杀过人 她杀过谁 我 我不知道啊 她说 杀一个也是杀 杀两个 正好送少奶奶 去给少爷做伴 董家 董家拉车的强子 你认什么 强子 强子在董家干了多年 我从翠竹楼出来进董家 她就在了 翠竹楼 我 我在翠竹楼的时候 就跟阿牧相好了 是她把我赎出来 带进董家 府里的老人 都被她赶走了 只留下墙子拉扯 你不要再装可怜 我告诉你 你最好把你知道的全说出来 如果你再藏上掖着 只能把你和阿牧定罪为同伙 我说我说 可是真的不关我的事啊 她做的那些事 从来不告诉我 只是那天 强子来找我 让我带画给阿牧 你去找阿牧 赶紧让她来到老地方见我 有什么话自己找她说去 她现在被赶出董家 我去哪儿找她 别以为你们俩的事 怪人不知道 她每天晚上跑回府里 跟你私会的事 你这话可不能乱讲 想要封住我的嘴 就赶紧让她来见我 要不然我就报官 把她那些丑事全都给道出来 然后告诉警察 她想害死少奶奶 巴掌那二百亩田地 还有 她去岁州老板 你除出来的大洋 是怎么来的 她发财了就把我赎了 不对 我是她老家的亲戚 你别蒙我 我第一眼看到你就认出你来了 如果不是干那些 杀人越货的勾她 岂能把你输出来 这 这些我不知道啊 不关我的事 实话告诉你 周老爷子死的 肯定跟她有关联 周家少奶奶也找到我窝话了 这可是人命官司 如果官府真查起来 你也脱不了干系 记住 一定要让她来见火 看来 镇窟墓身上不止一桩名案 看来 霍汤 霍汤 你醒了 是她 她是谁呀 你 吴霸 赶紧扶我起来 我得去见一个人 快点 你哪里都不准去 吴霸 你还负着伤呢 快 你帮我把衣服拿过来 我得赶紧去见她 快 你 你 你看你啊 小心点啊 来 穿上 吴霸 走吧 咱们快走 周管家 您放心吧 我们肯定尽力调查 我家老爷死得不明不白 原来都是歹人所害啊 感谢队长出力 为我家老爷朝雪甚远 谢谢了 我们在翠竹楼检查的时候 刚好找到周老爷的那块金表 还在老跑的房间里 只是我们在去董家抓人的时候 让他给跑了 妈 都是媳妇不好 媳妇对不起你 这事跟你无关 爹不会怪你的 爹 您放心 儿子一定会让郑坤木 血债血偿 周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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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慧疼 慧疼 刘欣先生 你伤子这么重 什么事先要跑到家里来 拦都拦不住 他这 我妈 周少爷 我想起来了 我想起躲在树林背后 偷看我那个人 这个人 刘先生 先坐下 咱们坐下说 来 来 慢点啊 李珍 快 我妈上头休息 好 妈 刘先生 走 你慢慢说 这个人 曾来我的当铺里 当过一个东西 他当了一根身 一根身 而且还是千年老身 就因为这个东西非比寻常 我印象深刻 我出家二十块大洋 我告诉他 此当品永不赎回 他也舍得 分明是这个人根本不失货 对呀 那可是千年老身 只当了二十块大洋 千年老身 那可是我爹珍藏了 很多年的宝贝 他一直舍不得拿出来 要不是白宇和求他 小姐 这根身 现在还在善机的库房里 库存着呢 都怪我 这真的太忙 没把这东西 拿给老东家瞧一眼 要不然宇和也不会被 坏人所陷害 人命血债 家破人亡 竟然为的就是这二十块大洋 周少爷 听起来这个人 你认的 我也是刚刚才知道 这一切的一切 全部都是董大太太 家的车夫郑坤墓所 会不会愈合 入狱也是这个郑坤墓所陷害的 没错 他们就是想一步一步地除掉宇和 然后得到天真 那白宇和为什么不说呢 他将他们的丑事公布于事 不就换得清白了吗 他什么都不会说的 这就是白宇和 周少爷这不成啊 咱们得赶紧想办法救宇和 现在唯一知道他下落的人 我想就只有董家老太太了 真坤墓太狡猾 他不会让我们找到他 而这个董大太太 他也绝舍不得去告发他 用他儿子 儿子 对 董少华是他早年首寡 一手辛辛苦苦待大的 他对儿子的感情不一样 男女之欢再深的情欲 也绝对没有办法跟母子之情相提并论 对 他要是知道独自之命 是董送在他自己相好的手里 那他 他就不再是一个女人 他是一个母亲 他会变成一头母豹子 扑上去咬死他 那我们就堵吧 是你杀了周老爷 天兰 你怎么这也相信呀 周永佳已经把那帮警察都收买了 他想借他们的手把我除掉 你想想 他们把我除掉之后 离你身边最近的人保护不了你了 他就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你了 你让我怎么信你呀 我这下半辈子可都给你了 这还不值得信 你 真的不知道了 沙花糟了 从此以后 我就没有依靠了 我这下半辈子 我该信谁呀 还有我呀 还有你 他糟了 你来了 从此我就走上了不归路 好了好了好了 咱们先不说这些了啊 家里还要多少大洋 赶紧归路归路 咱们得带上赶紧走 我怕周永佳他们 他们还会来害你呀 老夫人 外边有人找您哪 知道了 万伯 没事 没事 我去找你 你去找我 去找你 把我抓住 我去找你 你去找你 我去找你 快去找你 你去找你 你去找你 哎 董夫人 董夫人 少皇 兒子 你是我的少皇 兒子 兒子 你沒有死啊 少皇 少皇 少皇你沒有死 你讓娘想死了兒子 爺 你這事還真凌 那當然了 誰讓劉先生 和董少爺長那麼像呢 回答 長得像少皇 對呀 劉先生 去給白家老爺 拜壽的時候 白家人都以為是 董少華回來了 你怎麼知道 就許你跟劉爺 一滴一友 就不許我跟雨鶴 說點提起話 只不過 我欠他的太多了 不許你 我欠他 少皇 娘好想你 董夫人 我不是董少皇 你是少皇 兒子 回來就好 回來就好 不 董夫人 我說的都是真話 我叫劉慧堂 我不是董少華 不 我只是與董少爺相貌相相 請您原諒 深夜打擾本不改 不 不 不可能 也許 是少皇派你來看我的 對嗎 倘若真是如此 那也是我劉慧堂 與董少爺 前世解下的緣分 董夫人 看在你兒子的份上 還有至今 在匪徒手中生死不明的孫子 還有您的兒媳婦 你能告訴我 鄭坤墨他現在人在何處嗎 他 他 近日我唐突前來 不為董家的宅門恩怨 我只盼能解救 白玉和孤兒寡母的性命 他也是您的至親之人呢 是啊 董夫人 我相信董少爺在天之靈 此時此刻 他也牽掛著他們 可是 可是阿牧與綁架案 無 無關啊 鄭坤墨與綁架案有關係 我相信 董少爺的死 也與阿牧有關係 不會 不可能 不會 董夫人 不會 別人的話你可以不相信 但我的話你必須信 我是擅計當鋪的總經理 就在幾個月前 鄭坤墨拿著遺物 到擅計當鋪典當 鄭坤墨當的是 千年老甚 什麼 董夫人 董夫人 我知道你沒法接受 我再說一次 就在幾個月前 鄭坤墨拿著遺物 到擅計當鋪典當 他擅的就是千年老身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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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騙我 我真的沒騙你 我說的具體都是實話 不可能 他當的就是千年老身 你聽我說 董夫人 董夫人 你可以告訴我 鄭坤墨現在人在何處嗎 你們都在騙我 我沒騙你 我說的都是實話 你在騙我 你們都在騙我 在騙我 天哪 你們都在騙我 好 阿牧 求到身了嗎 求大 求大 太好了 阿牧 大夫 趕緊去見人生 不是誰都可以碰的 說是 宮裡傳下來的老規矩 得是八字五行俱全的 純陽之難才能碰 這這 這哪兒找這樣的八字 哪兒找純陽之難去啊 是啊 來來來 我就是 我就是五行純陽之難 啊 少皇兒 少皇兒 血 不是說用千年老人 雕氣續命 就不至於嗎 這是怎麼了 不至於呀 應該不至於呀 不至於 是白羽和八字不好 渴死了丈夫 水性洋华 败坏加分 傻血为氏 我要不帮你出了这口怨气 我不得好死 情中泪如泉油 监管四孔 是只心有所忠 你偏来拨弄 痴情一丝情疼 寒颤胸口便于那图路 哽咽如红 恨你恨之恨之不相逢 恨你恨之恨之不相逢 念你念之念岁月枯柔 今生缘落 花从无影踪 自在谁手 痛定死痛 恨你恨之恨之不相逢 愿你恨你恨之恨之 one 恨之恨之恨是 pueden 恨之恨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